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務正夜 今天我要來挑戰木雕 這是我第一次做立體的木雕 事前我還特地去圖書館 借了五本書來做功課 最後決定要釣一隻可愛的水豚 還打算讓它在頭上頂著橘子 我這次選用了松木 尺寸大約是六公分立方 開始之前要先把造型的正式圖 還有側式圖畫到木頭上 然後就可以拿出橘子 大刀闊斧地切出造型的粗胚 切完之後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粗胚 隱隱約可以看到水豚的坐姿 隱隱約可以看到水豚的坐姿 隱約可以看到水豚的坐姿 接著我拿出電鑽筆 在頭部鑽了一個小洞 我打算在這裡埋入磁鐵 這樣就可以利用磁粒 把橘子吸附在水豚的頭頂 而且我不只是要做單純的木雕 我事先上網買好了磁服組 把磁鐵裝進粗胚裡 就可以測試漂浮效果了 結果發現重心偏厚 水豚的屁股有點掉下去了 粗胚切好之後 我將電鑽筆換上了烏鋼刀 慢慢的把曲線雕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造型 從方方正正 漸漸的變得越來越圓潤 過程中我也試著使用了雕刻刀 但是左撇子的我 手上卻只有一把 右撇子用的斜口刀 我摸索了好一陣子 還是覺得不太順手 雕刻的手勢看起來超怪的 不過我發現雕刻刀 還是有很多優點 他每一刀都可以 將整塊的木片削下來 雕刻速度比電鑽筆還要快一些 雕刻刀切過的木頭表面 也比較平滑 顏色比較飽和漂亮 但缺點也蠻明顯的 對新手來說 他真的比較難上手 而且跟電鑽筆比起來 比較容易受傷 我一開始會選鬆木 是因為他很軟 應該可以降低雕刻的難度 但後來才發現 松木的纖維粗得要命 超容易起毛的 我還用錯刀把毛邊稍微修飾一下 這次做木雕 才體會到 木材的纖維粗細 與質地均勻度的重要性 我在這個階段大量使用烏鋼刀頭 他雖然也會起毛 但是切削力非常夠 適合在粗雕的時候使用 曲線出來後 感覺進度已經完成了一半 我再試著讓他飄浮一下 結果還是歪了 而且重心還由後面跑到前面去了 最後要進入表面處理的階段 我發現用圓形的刀頭 這樣一刀一刀的刁 可以製造出毛流感 這個效果做起來既簡單又好看 表面刀完大概已經完成了80% 再試一下飄浮吧 這個磁浮組標榜可以乘重150克 嘴臀只有80克 雖然可以飄得起來 不過歪歪斜斜的也不是辦法 我只好換了另外一組漂浮組 這個可以乘重1公斤 重心不穩的問題終於解決了 但是他搭配的磁鐵實在太大片了 塞不進水豚中間 我就將比較小的磁鐵 多疊幾層來增加磁力 還是可以成功漂浮起來 終於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接下來就進入細節的部分啦 我用深色的胡桃木雕刻了水豚的小耳朵 還記得我要讓水豚頂橘子嗎 我將迷你磁鐵埋到木頭裡面 再磨成圓形 做出了三顆小橘子 它可以跟水豚頭頂的磁鐵相吸 穩穩的將橘子頂在頭上喔 現在唷 一個小橘子在這裡 此叫一點兒 男士 此地方 達到你有多久 鼻子眼睛嘴巴也全部都用胡桃木镶嵌了上去 最后我在水豚的表面涂上了透明的木辣油 底座也用木头把它包起来 就这样漂浮的水豚木雕就大功告成啦 这支影片是跟Bolt电钻笔合作的影片 它主打可以在各种材质上钻洞 我试钻了厚木头 保力龙 皮革 压克力 薄金属 电钻笔还很适合狭小空间的操作 像是这个之前雷雕失败的碗 就很适合用电钻笔来打磨 我收到的这组旗舰款 它的配件雕刻头非常的丰富 包含 钻头 高速钢磨头 磨头 金属刷 钻石磨头 切割片 这次做木雕觉得最好用的是乌钢头跟钻石磨头 过程中我觉得最有感的优点是 它的刀头替换真的是很快速 只需要小范围的转动夹头就能安装 那这次长时间试用之后呢 体验到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 它为了达到可以快速的安装 所以它的夹头比较窄 只能搭配2.35柄的雕刻头使用 那其实市面上的电钻笔或是科膜刀 比较常见的是三柄的 这种三柄的刀就是不能用 而且受限于这点 让这把电钻笔可以钻得动 也仅限于2.2米以内的超小洞 接着就是它的握把处整个都是金属的 虽然造型蛮漂亮 但是形状比较刚硬 我这次长时间的雕刻之后 觉得手指头握久了 就没有那么的舒适 最后呢就是它是充电式的设计 增加了它的机动性 所以你要带出去使用会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用到一半煤电的时候 插折电还是可以继续用喔 但总结来说 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推荐给需要的人参考啰 大家有什么木雕的小技巧吗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喔 都可以分享吗 太大了 了 但很久不见